大家好,土工中国真的是风雨飘摇 老百姓没有活路 高层又斗的是刀光剑影,杀身震天 我们刚刚说北京的所谓的贵族学校 非富即贵的 土工官员的子弟 上的牛逼的学校的凶杀案件 吓死一个人了都 结果话音刚落 从南边又传来一个更加吓死人的消息 我认为更加吓死人 说土工已经把这个消息封锁了两天了 但是终于还是封锁不住 终于又跑出来了 时间是发生在2024年的10月27号 在哪上呢?在南京 说南京的火车站 南京的南站 大量的火车 那晚点 完了以后整个铁路塞得跟啥似的 为什么呢?是因为 发生了一场严重的三列火车 光剂下撞在一起的事故 这个消息的话一时间就 就在网上就飞起来了呗 你要知道当年的这个所谓的温州动车相撞 惊动的温家宝去温州去看 那个时候是当时最大的热点之一 也就是两个火车 而且它不是对撞 它是后面一个火车 追尾追到了前面那辆车 然后从这个高架上面掉下来的 那是多年以前的温州动车永远的载入土工的邪恶历史的这么一个事情 没想到在今天的南京发生了一个更加逆天的三个火车 三个火车相撞 说是什么呢 第一列火车撞上一个很奇怪的一个障碍物之后 它怎么会有障碍物呢 有的人说是一个一坨巨大的钢铁 有的人说是个废弃的汽车 有的人说是个什么东西搞不清楚 它搞了一个什么异物 火车的轨道上面怎么会有异物呢 有情况是不是 第二 撞上异物以后车子基本上就废了 完了以后呢 人呢还好 没有特别严重 因为是在去车站不远的地方嘛 就下车来检查 结果发现后面的一辆车 光击一下就撞上来了 是不是导致第二辆 导致后面的一辆车严重追尾 是不是 完了以后 火车上是辆货车 火车的人特别多 然后火车上没人 有几个司机 有几个工作人员光击一下就死了 然后呢 这个时候就你应该赶紧把这个火车 要清理一下把路给让出来 让对面的车就不要过来 结果反应太慢 对面一辆载人的高速的列车 也进入车站在那个距离车站大概不到五公里的地方 就跟这个刚才两个火车相撞的火车又撞在一起 这会是对撞 导致这个现场极其惨烈 这个事情觉得很奇怪 是不是 现在官方是怎么说的 说是线路故障 为什么列车大门一晚点来 人山人海现在死伤无数 说是设备故障 线路故障 完了以后 后来又有人说是什么 三列列车停车 操作的失误 导致这个车辆相撞 说第一辆列车撞上了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第二辆列车就撞上了以后 结果就车毁人亡 然后第三辆列车又开始 本来是已经减速了 说已经减速了 结果还是撞上了 死了好几个人 说人特别多 现在目前是一国洲 说按照报告里说的 说这个机械是申请的是非交汇测 下车检查 临到的限速160公里 撞车发生时 第二辆车是131公里 你想想 他这个车速是非常的快的 而且是靠近火车站的地方 160公里什么概念 我们看过网上的那个汽车 撞上一个障碍物 80公里就车毁人亡 完了以后到了120公里 连炸都无声 到了100公里 160公里估计就冲天的大火 所以他们说一个160公里的一个车速 或者说131公里的一个车速 撞上任何东西 他都是现场浓烟工具 大火弥漫 这是毫无疑问的 毫无疑问 所以你们不要听这 土工中国的官方的消息 说是什么 说是什么 是一个很小的事件 没死几个人 只是死了几个机械师 哪有那么简单 你看当年的温州动车出事的时候 也说没死几个人 结果有些个 那个时候是胡锦涛温家宝搞的时候 有些个媒体的记者还是有点良知的 就不信 你那么快的火车在高架桥上面跑 然后又掉下来 怎么会没死人呢 然后他们就冲过去 当时铁道部是叫什么来着 是胡锦涛温家宝整肃的对象 因为铁道部的那个时候 有一人叫刘志军是铁道部的部长 这个孙子是老江的人 而那个时候老江和老温 就抓住这个温州这个车子相撞的事情 就大肆的炒作 然后允许记者去采访 允许很多志愿者去帮忙 然后惊讶的发现 那他妈的铁道部的人根本就不救人 就在旁边挖了一个巨大的坑 就想把这个状掉在地下的那些车厢 和这个车厢里的人 就直接就给他压活埋了 因为有的人撞死了 有的人没撞死了 有的人还在车里面哼呢 然后就毁尸灭疾呗 就不让你检查呗 完了以后后来这个温家宝就觉得大事不妙 就赶紧就杀过去 在现场发表了讲话 大量的记者把这个事情就爆出来了 所以铁道部的人呢 就是完了以后就受不了了 就终于停止 不准把这个车厢埋了 就地掩埋 你知道吗 这是共产党干的事情 所以你们对共产党的邪恶 一定要有一个谱 你们不要以为什么 什么事出来了以后 他会告诉你 就像去年我们说的 广州有一个 广州到清远的 有一个高速公路 到福建的 从广州到福建的一个高速公路 出大事了 一个车子撞了 然后好多车子也撞了 没有人去救的 现场电动车起火 油车摊在那里 死了好多人 还不是在桥上 只是因为在修的时候 有一个大坑 所有的车厂都翻到路边去了 没有人管的 估计很快 趁你不注意的时候 他又不在城里面 是不是 有没有媒体 什么都没有 直接就把你人连车洗 又活埋了 共产党的残暴啊 你们真是不知道功夫 说当时 温州东西搞了以后 温家宝去了以后的话 就等于是掌握证据 一看我操得还得了 后来就把整个铁道部都端掉了 把刘志军也给堆起来了 所以他们说 其实背后是江派和胡温派的凶残的格斗 杀的是刀光剑影 后来过了大概半年以后 说这个终于找到原因了 什么原因呢 是说这个通信设备出了问题 跟现在情况一模一样 通信设备就是 整个火车的线路的调度呗 通信呗 这些东西 说是背后的老板是谁 背后的老板是胡锦涛的儿子 胡海峰 他在清华大学 做了一个公司 专门搞这个高速公路 高速铁路的通信设备系统化 搞这个东西 最后搞了半天 胡锦涛被泼了一盆脏水 也不知道是真的 那我觉得肯定是真的 这些东西肯定是 因为那时候我们记得特别清楚 胡海峰 他在清华同方的时候 我们去清华同方去采访 我还见过他 他那时候就在清华同方做生意 他就是一个生意人 国有企业的一个负责人 后来的话说这个事儿闹大了以后 胡锦涛再决定让他的儿子从政 不搞生意了 他是这么来的 所以这个东西出现以后 共产党的第一原则就是什么呢 就是掩埋 就是遮蔽 不让你知道 第二就是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第三就是互相栽赃 江泽民当时栽胡锦涛的赃 胡锦涛温家宝栽江泽民的赃 最后是谁完蛋了呢 就是当时的铁道部长刘志军判了一个死缓 是不是 他们说刘志军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见老江特别喜欢他 南京这边到底是什么事儿 没人知道啊 这个为什么出这么大的事情 按理说的话 火车三车相撞 这是很难出现的一个事情 有人说应该是军方的反戏牌 在南京制造了一场惊人的火车 三列火车对撞事故啊 这个到底是不是军方也没人知道 反正南京这个地方是水很深的 南京这个地方长期都是老江的阵营 都是这个李源潮的阵营 江子这个胡锦涛这边呢 也是在南京有很强大的势力 西包子曾经在南京这个地方 差点被这个三个湖北重庆 南京的三个省的公安系统 联合起来要把西包子搞死 但是令人高兴的是什么呢 说这一次这个南京的火车对撞的事故 里面有狗关 说你南京这边呢 有一个狗关 一个副省级的狗关被撞死了 当然有更多的这个韭菜 不明不白就挂了 但是我们很高兴 狗关你他妈的死有余辜活该 谢谢 谢谢